真没有想到,强大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全球的背后,有如此比例的中国最强大脑,最新统计,88%中国级博士会留在美国工作,美国对中国人才吸血超无想象,在人工智能、AI领域,美国毫无疑问地遥遥领先世界各国,美国的AI机构和公司拿下了全球60%的顶级研究人员,这是排名第二的中国10.6%的6倍, 是第三名欧洲10.2%的6倍,但美国这60%的顶级人才都产自美国吗?非也,土生土长的美国研究者只占31%,而另一强大阻力则是来自中国的研究者,占比27%。 保尔森基金会统计分析,AI技术59%的研究者隶属于美国机构和公司,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员中,29%出自中国,他们现在中国完成本科,其后赴美留学,然后留下来在美国工作,成为了美国顶尖AI研究员的第一大构成。 而出自美国本土的研究员只占20%,欧洲则是18%,印度8%。 所以结论就是,中国最潜入大脑是当前美国人工智能AI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,在人才流动趋势中,在中国读本科的顶级研究者中,只有34%的人目前在中国,而接近56%的人前往美国继续深造。 最后在美国拿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员,88%的人选择留下来在美国工作,只有10%会回到中国。 说明如今的中国人或是华人精英已经走向世界前沿,逐渐地影响着世界,华人在崛起。 同时,美国也在收割全世界各国的精英。